亲自敲响平安罗 圣尊联生活佛高升法王座 手传万佛手 无极眼金母超圣大法 圣尊联生活佛开示 新的一年一定要专一修行 其实修持就是最重要就是要专一 很多事情呢 你能够专一就有力量 像老子所讲的 人能守一万事必 什么事情都可以成功 亲自打响招财鼓一扫疫情一霾 发挥现场涌入上万名信众 桃源市长招战政也应邀到场 圣尊联生活佛告诉大家 只要修持万佛手无极眼 并向瑶池金母祈求 就能圆满众生的愿望 化灾解恶注望经济 近三年全球疫情压得大家喘不过气 圣尊联生活佛当场送给大家一个好消息 将来这个瘟疫就会变成好像流行性感冒一样 那么今年可以讲是开始的第一年 信众集满法会现场专心聆听 圣尊联生活佛开示 兔年新机运未来将与疫情共存 圣尊联生活佛要大家断恶行善 专一修持欢喜迎接新年的福分 新契机 iMedia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